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立组 继续在治理首都圣地亚哥的行程 圣地亚哥不仅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也是一座风景迷人的移居城市 这里一名四季 绿树成荫 漫步在街道上随处可见街心旅地 让人有一种回馈自然的感觉 超过的街道 超过60%的城市律法率 也为圣地亚哥增添了很多生机和活力 对于治理而言 圣地亚哥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城市 在这里有很多西班牙时期的建筑 那么对于我们设置组而言 来到这座城市 带给我们最大的印象 就是第一这里的树种特别的多 有棕榈树 松柏树 还有梧桐树 很多不同温度带的树种 在这里都长势非常的好 我想这可能就是地中海气候 给这座城市的馈赠 那么第二大感触就是这里的铜像特别多 公园里小街巷 随处可见这样高大的铜像 那么他们呢也在向我们展示 智利是一个铜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等着我们去发现 一起去了解吧 圣迪亚哥不仅是智利的政治经济中心 同时也是文化中心 很多特色文化街区 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气息 为了让我们对圣迪亚哥有更多了解 安杰斯带我们来到一个名为 拉斯达利亚的艺术街区 见到了他的画家朋友奥斯卡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一个艺术家奥斯卡斯基尔 他去年去了北京 然后展示他的画 然后今天他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拉斯达利亚的这个艺术区 那您是去过北京 然后又生活在圣迪亚哥 您觉得这两多城市 有相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我在北京都很久了 奥斯卡从小生活在圣迪亚哥 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 他经常在城市里写生 还创作了很多 与圣迪亚哥相关的艺术作品 听奥斯卡讲 拉斯达利亚是圣迪亚哥 著名的艺术街区 尤其分享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 这里不仅有画廊 艺术品店 还有很多展览馆和图书馆 接到两边的墙壁 显然成了艺术家们的画板 由于色彩逼真 极为醒目 使得路过的新人 都会被这些画作所吸引 听奥斯卡讲 我们看到的这些绘画作品 都是出自专业画家 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作品 留在这座城市里 让人们随时都能欣赏到 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些艺术氛围 2009年 圣地亚哥近千名涂鸦爱好者 共同会认一面 一千八百米长的涂鸦墙 打破了金尼斯世界记录 就像治理这种国家呢 我们有这个习惯在墙上画 有好多美方说 也有政治的传统 也是用墙来画 宣传 那您从艺术的角度 或者说您作为一个艺术家来看 圣地亚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他觉得现在 从他角度来看 圣地亚哥是最发展的一个城市 在整个拉丁美洲 可是呢 也虽然就是非常国际性 可是呢 就是在这住的人 也比较往内来看 就是人不是那么国际性 就是生活在这边的人 会时常地关照自己的内心 来关照自己的生活 圣地亚哥是一座艺术气息 十分浓厚的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内心充满归属感 奥斯卡带我们走进一条小街 街道两侧 摆满艺术品摊位 这里是一个小型艺术品市场 您好 这些是什么做的 什么材质 这些是铜做的 是铜做的 铜 由于质地铜的产量很高 当地人习惯使用铜制品 也擅长用铜来加工首饰和工艺品 这些都是您来做的吗 这些都是您做的 它已经有三十六四年 在设计这种产品用铜 铜也可以做成非常精美的 然后非常特别的这种饰品 格拉斯从事铜饰品的设计和制作已有三十多年 它设计的铜饰品款式新银 做工惊喜 每件都堪称经典 铜已经确定过 就是如果你带着铜的东西 这个对身体也很好 听案件斯说 铜属于病性金属 不容易产生反应 因此将铜饰品戴在身上 皮肤不会直接洗收 也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这是什么 这是智利的蓝石 蓝石 在世界上这个蓝石呢 只有两个国家在世界上有 一个是智利 另外一个是阿富克斯坦 在中国我们把这种石头叫做青金石 是一种非常漂亮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装饰的宝石 青金石也叫天青石 是一种不透明的蓝紫色或蓝绿色的真宝石 主要由天蓝石和方解石组成 智利也是盛产青金石的国家 人们常用青金石来加工手势 那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这样的多少钱呢 这样一件 就是相当于600人民币的 就是相当于600人民币 600人民币 因为这一天的工作是一天的工作 一天我来看一下 一天只能做一件这样的项链 这一看就是纯手工打造的 青金石被智利列为国石 人们将铜和青金石结合在一起 制作成首饰和装饰品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听奥斯卡讲 作为圣地亚哥的特色文化街区 世界各地的游客常会慕名而来 人们漫步街道上 感受这里散发的艺术气息 享受着悠闲和宁静的时光 我们刚才看到 这边有画家是吧 就是画墙 也有这种用石头啊 不同的石头 他们也来弄个墙 这是他们画的 这里最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大师 女诗人 他是唱歌的 他会弹琴 他也会写诗啊 非常代表智利的一个 女人的文化艺术家 比奥莱塔·帕拉 是智利重灵的音乐家 也被誉为智利的歌魂 他创作了很多 对智利人民产生 深远影响的艺术作品 深受人的喜爱 我们都是跟 比奥莱塔巴拉的歌长大的 所以说呢 比方说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学她的诗 也会就是听她的音乐 就是因为 比奥莱塔太代表智利的文化了 听安吉斯说 比奥莱塔被誉为是 拉丁美洲民歌的母亲 1952年 她开始前往各地搜集民歌 她的足迹并不整个智利大地 几年时间 她共搜集整理了三千多首名歌作品 奥斯卡拿出手机 为我们播放的一首 比奥莱塔创作的歌曲 比奥莱塔的歌曲既有民谣风格 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和诗歌元素 深守智利人的喜爱 1966年11月 她推出声明中最后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 在2008年被滚尸杂志 评选为智利音乐史上最佳专辑 真的人人都会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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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在这条街上 从视觉上 从听觉上 从不同的维度 去感受这个城市的文化 这个城市的历史 非常感谢 比奥莱塔的音乐 影响了智利极代人 人们从她的歌声里 深切地感受到 她对生活的热爱 和无限的勇气 听过歌曲 我们继续漫步在艺术街区 虽然正值南半球的冬季 但却丝毫感受不到 冬日的寒意 一座富有艺术兮兮的城市 总会给人们的美心 带来几分温暖 其实来到这儿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人们的生活 离文化和艺术特别地近 您看啊 像这座美术馆 它离我们看到的 最近的这片居门区 也就大概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感觉从家里面走两步 就来到了美术馆了 虽然身处是中心 但却感受不到圈脑 身边是绿树和草坪 路边的长椅上 坐着悠闲的人们 这座城市给人民 造出一份和谐 而宁静的生活氛围 对 这是我们现在在 圣地亚哥市中心 是吧 可是呢 你也可以看到 这都是公共的地方 所以对 你在家里 可是你可以随便来 美术馆 什么的 这是一个 圣地亚哥也是 智利文化中心 就像北京是 中国的文化中心 这边是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有大概 有七百万人口 智利一共有 一千八万万 一半的人在圣地亚哥生活 作为智利的文化中心 圣地亚哥每天都接纳着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不同文化再次聚集 也给这座城市 带来了独有的魅力 在这座城市 我们在困难中 我们在困难中 在困难中 一旦我们在困难中 一旦我们在困难中 我们在困难中 我们在困难中 在困难中 是一个美妙 我们在困难中 我们可以旅行到困难中 在困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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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困难中 Santiaguino 也有自由 在困难中 在困难中 圣地亚哥的居民 大多来自这里各地 以及其他国家 不论来自何方 人们都和谐地生活在这里 在困难中 正是对文化艺术的尊重 才使得圣地亚哥这座城市充满生机 这也是圣地亚哥的迷人之处 走进智力创新产业中心 了解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动力 一带一路会带来一个公司 他们来智力去投资的创建 那这种中我们也会一带一路做支撑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44集 安地斯山下的美丽都市圣地亚哥 正在播出 世界上国土最狭长的国家 地处美洲大陆最南端 安地斯山脉纵贯南北 浩瀚太平洋称为连接纽带 写手相伴 一路同行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走进天涯之国智力 作为智力的首都 圣地亚哥也是一座富有活力的创新之城 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技术人才 南美洲最大的创新产业中心就在圣地亚哥 我们跟随安地斯走进市区的一栋大厦 这里就是智力创新产业中心所在地 我们见到了创新产业中心的负责人 罗西欧·福斯卡 很高兴认识您 我长进 智力非常重视对创新产业的扶持 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到智力创业 2010年政府推出了启程智力项目 希望将智力打造成拉丁美洲的硅谷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办公的区域 是吗 现在我们在工作区域 现在这是第一次进行智力 这里我们总共接受众训练 所有的工作区域都很稳定 很担心 为推动智力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 智力政府成立了创新产业中心 发挥着创新企业孵化器的作用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们 提供理想的创业平台 听福斯卡讲 启程智力项目 旨在每年从全球挑选200个创新项目 给予每个项目团队4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以及为期半年的智力签证 以此来帮助他们在智力创办公司 从2010年开始 智新又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名创业青年 再次创办了公司 您好 那么您是智力的创业者 还是来自于别的国家 是智力人 那么您能了解一下您的创业项目吗 迈克尔今年32岁 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互联网投资公司 一年 一年了 那么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进展怎么样 非常好 结果是非常好 有好多非常小投资者 就是已经是我们的客户了 你们有在中国的业务吗 在上海 是买售还是租赁 在香港 香港和上海他们有项目 迈克尔开发的投资平台运营还不到一年时间 但已经成功投资了位于上海和香港的几个房产项目 资金回报率超过了30% 这让他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听福斯卡讲 智利创新产业中心 并不是从创业者的项目中获取股权作为投资回报 而是希望将世界各地的创新项目汇聚在这里 给智利的创新产业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是 这里已经变成拉丁美洲的一个创新的重点 然后这儿呢 大概人平均是35岁 可是呢 他们也可以就是 有60岁的人也有 你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如果有一个好的创新 他就能够来这边工作 然后他们就非常高兴能够有那么多国家的人 已经在选智利做一个平台 为了给创业者提供全面的扶持与帮助 创新中心不仅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和无线网络 还经常组织创新技术培训 随着创新产业中心的项目成果转化率不断提升 智利创新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 听弗斯卡讲 中心还针对女性创业者 专门设立了资助计划 以此来帮助世界各国的女性创业者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王静 你怎么称呼呢 她没有说话 我叫你 我的名字是Bianca 她的名字是Bianca 您是做什么领域的 普利·杨卡来自印度 今年33岁 她充满了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她们做那些比方说 对女人美容的东西而自然的 好吃的 皮肤好的 皮肤好的 食物啊 或者说其他的 食物的这些都是比较对 那是你们的市场是针对于智利 国内的吗 还是针对于更大的市场 听普利·杨卡说 她之所以选择到智利达创业 不仅因为能得到所需的创业启动资金 还能获得全面的创业指导 以及丰富的信息资讯 为她创满公司提供了良好环境 那么说到这个电商 您了解中国的这个电子商务吗 为鼓励女性进入科技行业 创新产业中心 对首次创业的女性进行专业培训 并提供全方位的创业辅导 使中心的女性创业者比例明显提高 听福斯卡讲 这些创业者在这里 不仅可以免费使用会议室和培训室 还能享受免费的咖啡和午餐 智利政府希望通过启程智利项目 汇取全球创新人才 给其创新产业带来强大的驱动力 使全球科技发展同步 听福斯卡讲 在创新产业中心 也有来自中国的创业团队 我们在办公区的一角 见到了来自中国的杨鹏飞 两位已经认识很久了吗 感觉像老朋友一样了 他是我们的总监 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会第一时间帮助我 您在这边多长时间了 我已经在这儿有五个月 是从中国过来 对 是从中国 我来自北京 然后之前在北京 还有曼西斯特做律师 杨鹏飞近年28岁 他曾在英国留学 攻读律师专业 在偶然的机会下 我的一个投资者朋友 他们说智利是一个非常肥沃的 未开发的一个土地 有很多的市场 所以他也写了推荐信 然后我就加入这边 那么您来到这边之后 主要是做什么项目呢 我们从事的主要是 对 我们从事的主要是 知识产业保护 我们利用区块链 诉讼融资 大数据 然后联动中国跟南美的市场 然后为这个 也为咱们国家 这一带一路的发展 因为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 他们会来到南美投资 我们想这个过程中的法律 特别是知识产 还是第五个少 所以我们就想为这个 也提供一个平台做支撑 也就是说 一带一路会为您的这个项目 带来很多的机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苦相成的东西 一带一路会带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公司 他们来治理去投资创业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为一带一路做支撑 去让他们这种各地 更顺畅 杨鹏飞到圣地亚哥 将近半年时间 对治理的创业环境非常满意 生活上也已完全适应 那您既然是把公司开在这儿了 那也需要更多地了解 治理或者说南美的这个市场 您认为治理这个国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治理这片市场 又是怎么样的一片市场 我认为治理这个国家 是非常 治理的人民是非常热情好客的 而且对咱们亚洲人来说 因为之前是隔着太平洋 所以可能接触的不太多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机会 治理是拉丁美洲 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 杨鹏飞和同伴们 之所以选择来治理创业 主要考虑治理社会稳定 经济环境良好 还方便拓展其他国家市场 将来的话 我们准备 首先这也是 圣地亚哥是我们南美的一个总部 我们将来也可能会去 美国美美 然后等于说把亚洲市场 中国南美美美 联动起来 然后对 就像你说的一样 不管是治理还是中国 虽然大家隔着一个太平洋 但是其实互联网 还有更多的这种机会 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那么您觉得 在从业的时候 有没有会把中国的一些经验 带到这里 或者说相互的一种学习 对 我认为这是有很大可能的 目前咱们中国像区块链 或者是虚拟货币 或者是互联网 总体来说 中之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 有很大合作空间 在互联网家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 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两国既有相似之处 又各具优势 我们认为我们的很多 能力 在与人的货币 中国人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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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中国人的货币 但中国人的货币 是中国人的货币 比中国人的货币 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作 是一个与人的货币 是一个与人的货币 我认为我们有相似的 在那里 我们可以联合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中智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 将为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动力 也为两国进一步深入合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看街头艺人表演 感受智利人的热情与包容 拜访智利前总统弗蕾先生 回顾两国友好交往历史 这是2016年 跟习主席是吧 这是2015年 跟李琼宜 远方的家 大情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44集 安蒂斯山下的美丽都市 圣地亚哥 正在播出 圣地亚哥是南美洲 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一 城市居民的私人汽车 占有率很高 也给城市交通 带来很大压力 这与中国很多大城市的 交通状况十分相似 不过这里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十字路口 经常能看到 街头艺人的表演 在圣地亚哥的 很多的红绿灯路口呢 我们都会看到 有很多像这样的 街头艺人在表演 他们有的是表演杂耍 有的是在跳舞 那么有的是半小丑 虽然是隔着这个玻璃窗啊 我们也能够看到 开车的人都是非常 会心一笑 然后非常欣赏 这样的表演 那么他们或者是一个人 或者是两到三个人 做搭档 然后红绿灯因为时间非常短 所以他们每段表演的时间呢 也都不长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些表演的街头艺人呢 他们很懂得控制时间 红灯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就会走向车辆 然后有的车主呢 就会非常善良 非常慷慨地摇下车窗 然后给他们一些零钱 听向导说 在智利很多城市 都能看到这种街头表演 其表演形式也是五花八门 已经成为了城市里的一道风景线 听克里斯兵说 他们再次表演 并不完全因为报酬 他们希望把快乐 带给每一个途径于此的人 虽然他们是来自社会底层 但是因为社会的高阶层 他们虽然每天很防备 特别有时间来享受这些文化 那他们就来到这里 给他们展示这些文化 这些街头表演者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 为城市增添了亮丽色彩 告别了两位表演者 我们来到一个宁静的社区 街道两旁是绿树和花坛 安杰斯要带我们先忙 治理前总统弗雷先生的住所 弗雷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得知世界组来治理采访 便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 我们走进一个环境优雅的院落 进入房间 见到李京等候多许的弗雷总统 弗雷总统1942年出生于圣地亚哥 1994年至2000年在任期间 他大胆进行经济改革 开展多元外交 使治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 稳步提升 卸任后 他又担任治理参议院参议长 2014年 弗雷被任命为 治理驻亚太地区特命全权大使 弗雷总统1967年与妻子 马尔塔帕特里下结婚 婚后生了四个女儿 现在女儿们都已经成家 这个幸福的大家庭 让他十分骄傲 这是我父亲 他也当过治理总统 弗雷总统是家中长子 他的父亲爱德华多弗雷 蒙塔尔瓦 也曾于1964年至1970年间 担任治理总统 你知道吗 我属马 我是在马的年出生的 所以我每次去中国 他们都会送我 你看每一个东西在这儿 有一定的历史 比方说那个是南非的曼德拉 总统送他的 作为治理前任总统 弗雷在治理政坛 以及国际社会的威望很高 在他执政期间 政府把发展经济 和消灭贫困作为两大目标 弗雷总统曾多次访问中国 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 做出很多努力 你看跟习主席 在圣地亚哥一年半前 我们照的照片 立刻 这是2016年 跟习主席 是吧 那是2015年 弗雷就任总统期间 积极推动治理与中国 在经贸文化等领域 开展深入合作 1995年11月 他正式访问中国 与中国人民 结下深厚友谊 因为从四年 当我终于总统 然后当我终于总统 然后当我终于总统 我叫做特殊议员 在西洋洋 现在新政府也认识了 就任亚洲特命宣宣大使后 弗雷总统积极推动 治理与亚洲各国的 经贸文化合作 他曾多次率 经贸文化代表团 出访中国 为中治两国的 民间贸易往来 和文化交流 做出很多努力 dealt好的 中国的美国 中国的美国 迄 linger 过在全代化了 列与아니 бал 中国第一次恐慘的新闻 there 是一番 Few investing in Chile Mend你上了与我一 κάν już整个都 соп ED 你做得上所以说 后面啊,跟我还在去 他在吃麦 옆 i在里面 我们ر다� Bertrand Rose 提到对dade el贵了 他们感 kat出来啊 我们的ں tablespoon 我们要有疫情有关 我们ит che Piccub 那么您觉得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够更加深化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的意义,的经历相机,是不在南国 Yup.但谣 indic中 distinguished,而奥格谣行事与美国的计刑予争,因为嗯,与典的谣行事与争行事与ın,并育料尖争,因为中国的密集,是不相互,但是边缅,荒野争行事与尔炎,即将写的行与西域,当然这些人知道,但在中国的汉行事与西域,上海旺行事与西域,而是恐怖, 什麽大利爲 我們很可能 找到的是 離開一幻圈 國安 kys 머 惆成 解了 深 Iv back 世界大利rak 商量 以 motherboard 大聖地 eki 由于多次到访中国 弗雷总统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 也很喜欢中国的茶 他希望中国的茶被智利人所喜爱 也希望智利的葡萄酒 能得到中国消费者的认可 这是在智利山谷做的 然后是合作一个中国企业 跟一个智利葡萄酒庄 来做这个葡萄酒 智利是世界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国和出口国 为了拓展智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 2014年 一家智利酒庄 与中国企合作推出了这款 以弗雷总统名字命名的葡萄酒 有很多品牌 有很多品牌 例如 朱古余 有很多品牌 就是在热酸 在热酸 在热酸 是我们第一次购物人的汉率 到中国 后,在热酸 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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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鸡 有很多品牌 我们是第一次购物人的汉率 中智两国在能源、旅游、天文、科技、矿产等诸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弗雷总统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到智利投资开展合作 让智利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美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他真诚祝愿中智两国继续携手同行创造新的历史 等下集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望两国美好未来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落 第四百四十五集 海内存知己 天涯入彼林 敬请关注